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由定义行业智能标准的按摩大师奥家华科学播出 职场精英都在查 本节目由专业的企业查讯APP 启茶茶赞助播出 谢谢 今天我们建厂请来了一位大家熟悉的老师 来 我们先掌声欢迎易丽敬老师 一代女王 易丽敬 很高兴易老师能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 但是这个易老师来好像大家隐隐的都会觉得脑后生风 你们当中有谁跟易老师之前有过交锋 易老师不光是台上是我们看到的那样子 就是台下也是这样的 看见你就是说过来你就不能安静一会儿吗 就这样 那肯定是人的问题 易老师对我可温柔 你看看 一来就是嗨 哲学 是 易老师我看阴晴不定 今天未必就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易老师在我心里就是在台上一个样在台下一个样 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觉得易老师挺可爱挺和善 我在台上的话其实就是角色需要 比如说他说的舞台是我们共同站过的舞台吐槽大会 那是个喜剧角色需要 易老师你是喜欢自己的角色还是喜欢自己的人设 我觉得人是复杂的 在不同的场合需要呈现不同的状态 易老师跟任嘉伦之前有过交流吗 作为观众我看过在电视前 我也在电视上看过 彼此 彼此 您今天主要针对他就行了 是吧 嘉伦 你有什么要跟易老师沟通的吗 不要为了提问而提问 不要像马老师一样 是吧 对 我之前听说易老师 应该是上完吐槽大会之后签了经纪公司什么 是 为什么要签呢 因为你要把你的角色扮演得更好吗 你希望有更多的舞台来找到你 比如说还可以站在闪闪发光的你的舞台上 和你们站在同一个舞台上 这是我的愿望 好 我就问了 我说的无话 就借着嘉伦的那个问题 我就有个想法就是说 我看了你签那个经纪公司以后 我在想对于自己这个新闻人的一个角色 转变成一个艺人角色 这个要怎么去接受这样一个角色 因为我觉得人是复杂的 我之前的新闻人的角色和我提问者的角色 只是我其中的一个面向 那我希望我签了经纪公司之后 他们能有更多的机会让我呈现我的其他的方面 而且我签的不是随便签了个人 对 我签了杨天真 是她一定是尊重我的独立性的 因为我对杨天真一直非常好奇和有兴趣有好感 我想要了解她去签这个公司我的愿意 明白了 一老师是叫做高压深度访谈 但是今天不会难为大家 一老师也基本都看了那些人 那些《十一生》里你不喜欢谁 哪有不喜欢的 都是年轻人都不年轻过的 你又不喜欢的妈老师 不喜欢谁 那这样啊 我们 就咱们看录像吧要不 好 来我们看一看啊 上回书说到好像有人要被淘汰了是吧 嗯 接下来是奥家华闪光时刻 疲劳减退闪光加费奥家华用科技守护健康 让我们接下来往前看 各位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要选出一名 近期表现欠佳的实义胜 离开这样一个实习项目 直不于此 他其实应该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团队里面一个执行人物的角色 他其实在陈慧等等也表现不好 所以我们应该还是给他一个机会看一看 但他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成长性我们没有看到 他有任性和专注的两个特质 就说明他是一个特别有特点 这几次的考核都不在状态 他在肯定的积累方面是有些欠缺的 天国精神我没有看到 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关注江苏卫视闪闪发光的你官方微博 观看合集边看边聊闪光故事 也可以在闪闪发光的你话题页参与闪光实习生全民投资人职场茶水间互动 我特别好奇他这个淘汰是怎么宣布 当众宣布淘汰那最扛不住 发邮件 出了非常焦躁的心态 而且没有及时平复下来 孙子豪表情还是不自然 还是很尬 你全程在抱怨 好多人跟着你的负荷 一旦遇到挑战的时候 你的第一反应是很容易慌乱的 其实真的到了蔡思杰那里的 我已经不想往下听了 太涌藏的空洞 不需要用那么长的时间 你为什么说那么多节省开支的东西呢 我确实一开始是稍微有一点懵 你是懵了一早上 你不是一开始有点懵 天哪 写真全程的这个表现中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你的交易特别少 但你的话特别多 跨境品牌呢 它主要就是生产在中国 消往欧美的这样一个品牌 我认为它是跨境出海品牌 跨境的品牌和跨境的渠道 其实是两个概念 跨境出海品牌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可以作为一个行业的 机枪总来了 开枪了开枪了 惊弓之鸟 趁着好 趁着好 哎 哎 这太吓人了 机枪总是行刑者吗 你来 你在干嘛 在想 里面在干嘛 在公司里面很害怕领导或者说HR过来说 你过来一下 对 你谈一谈 跟你呢聊一聊啊 啊好 我吓死了 昨天也跟你提到啊 就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啊 就是这个一探 表情方面呢 不需要那么夸张啊 哈哈哈 不会笑了 我跟你讲 瞬间 不要把自己自身于观众的更远的地方 还有第二就是这个幽默感的度 就是老感觉你想有点幽默感 但这个度就保不保 保持就造成最后的结果就很尬 机枪总是真的想要他成长 是的 还有就是昨天听说你们回去又复盘了一下是吧 对 撕了一下 有啥想法 我这个其实我在这方面考虑的东西还挺多的 其实在分组的时候我当时是站出来的 想要就是带大家赶紧把这个事情定下来 因为确实有个8点30的这样一个线 但是那时候确实感觉到会面临非常多的一些压力和责任 因为大家确实在分组这个事情上 由于彼此之间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依赖性 哎呀我也搞不懂啊 就大家为什么有这么强的依赖呢 就是说为了怕今天的淘汰吗 说实话 这一个月的压力 他不是实习的压力 是竞争的压力 等于每天我们都在期末考试 对 郑子豪说的好 彼此之间的压力太大了 对 他自己觉得可能已经有一定的默契了 对 自己意思是吧 所以我觉得你这方面做的还是挺好的 在关键的时候 别管最后成没成 你是站出来了 还有一点 昨天你做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就是你很愿意协助别人 是吧 在逢男请假的时候 你马上就说 帮他多承担点责任 所以大家对你的这个感觉 应该总体来讲还是很好的 首先呢 你有你的长板 现在这个金融行业 大概叫人才积极 这么多的学生 大家不是说没有短板就够了 他的关键是你要有没有长板 你是有的 嗯 第二个呢 无论是形象啊 还有你的积极性啊 你的时间观念 你的责任感 应该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同学 导师之间呢 也是有共识的 我们当然最后呢 只有三个名额 不要放弃 嗯 后面的话还有无限的可能性 就是要站出来 没关系的 有无限的可能性 不行再让行的人上嘛 嗯 那你就马上转变角色 配合他的工作 对吧 只要把自己最亮的一个闪光点 展现出来就够了 不用想其他太多的东西 好的 对 对 其他我没啥说的 淘汰的人肯定也不是你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哎呀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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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天哪 这说一句出口气的话 看着我干嘛 我都很紧张啊 不知道谈话谈什么的 复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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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复盘 这是简单的复盘是吧 也讲了点其他的 但是就没有什么 会影响心情的东西 大家放心好了 他还挺好 他没说淘汰的不是我 对他没有制造压力 对 嗯 这让谁坐得住啊 你看有站起来的了 对 换一换 换一换 又来了 每个人都草木皆兵的 哎 我的两位学生呢 那个蔡 蔡师姐她肚子疼她就上厕所了 然后一木兰好像去装水了 好 木兰 罗总找了你 快去吧 他找你们俩 然后我说蔡哥去洗手间了 你跟他再说一下 翻到不会输了这是 哈哈哈哈 非常冷静 林一谷 他又睡着了 他会做别的事 让他睡吗 他睡呗 她上一场表现很好是吗 别人干活 她吃饭 别人紧张她睡觉 她睡觉了 你看 有点东西 所以我就特别让淘汰她 哈哈哈 你就是眼神看不惯 看不惯 对 都回在自己的世界里 根本不看旁边 来了 被淘汰了 啥 被淘汰了 开个玩笑吧 不是吧 看一下 这会儿多想揍她 没事 揍你了 你看看 揍你了 她啥都没说 你咋那么好玩呢 我觉得你可有意思 你咋那么无聊呢 我看你们在这 你要被打吗 还是这样 开心点吗 大家 一看这就没事 心情放松了 大家好 韩炳卫这时候是后背发凉了 肯定 对 首先我一定要批你们的队长 既然当队长了 不是一个名誉队长 你是要有责任的 你要挑起这个责任 就是如果你们每个人 好像大家都你好我好大家好 最后结果非常差 我跟你讲 整个队长全部要被裁掉 那你们想整个队长被裁掉吗 她之前在担任队长 这个职务的时候 漏洞确实太大了 这是杜淼如年的 两个人已经安全了 她压力更大 两个人已经安全了 今天有一个人要走的 把这拿出来 把这拿出来 对吗 别哭着 别哭着 她已经感觉是自己了 别哭着 别哭着 余总你这样吗 你在忙 嗯 怎么了 不是这样 余总你这样 我知道我马上去 这一关真是人生成长路上很重要的一个 对 对 对 经过这一关会长大很多 但是太难了 她都会坐 坐吧 昨天休息的好吗 还行 我觉得是这样 昨天为什么我批 其实我没有针对你个人 我还是针对这个团队组的一个形式 嗯 嗯 我觉得在一个团队里面呢 不管是谁当team leader 可能未来就是一定要看清这份责任 它背后带来的是什么 还有第二个我觉得从你个人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嗯 其实你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 所以呢我觉得 如果未来还有类似的机会 或者是在你未来的工作上面啊 我觉得你要发挥自己的长处 尽量去避免自己的短处 明白 这样的话你的路会走得更顺 明白 嗯 所以这个是我给你的一些建议 嗯 明白 嗯 因为今天要淘汰一个人 如果这个事情最后落到你身上 你会有什么感受 哎呀 嗯 我觉得我也是有这个准备的 我觉得应该是我 你有这个准备 对 大概可能就是 会有点遗憾吧 因为就是没有 特别好的发挥出来啊 嗯 而且我觉得 如果发生在我身上 你发生在别人身上会好一些 为什么 我你看自己走 也不想看别人走 嗯 嗯 所以你觉得其实你扛压的能力还是可以的 对吗 还可以吧 嗯 嗯 嗯 讲真啊 就是如果真的明天要不用做事了啊 睡了 可能会有点空 可以有点空 可以好好睡一觉 就是跟前面的忙碌 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吧 这种 嗯 那就是余总我是要离开了吗 嗯 哇 这个表情太难过了 我是家长 我看这个节目 我就说我们 为什么这么对我们家好 就是这样 就是真的 去干嘛去遭这个罪 但其实就是刚才易老说的 他过了这一关 就是咬牙过这一关 韩明慧在各个环节当中 评价也相对来说靠好的 就是还没有到他的场子 尤其是交易环节 你这一组韩明慧淘汰完了 我这节目我都不看了 对啊 在这个行业当中 人才可能是不缺的 我们一定是要有特色的 有长版的人 蔡思杰呢 本来我们对她是有期待的 因为她相对来讲 有工作经验 她当时面试的时候呢 其实她讲故事能力很有感染力 但是我们经过这几次的话 你发现她没有进步 甚至比之前还弱了一点 对 她其实前半段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最近的两三次考核 都让我们觉得她没有进入状态 就是那个专注度不太够 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成长性 我们没有看到 她的潜力有多少 没看到 好 浅浸 غ水 不好意思 好 你今天肚子好一点吧 对 好的 谢谢 再见 跟你聊一聊 啊 这是真的 嗯 就开始摸鼻子了 对 这所有的微表情已经干扰结果了 这个实习其实过了很久 其实我们前面也聊到 有三个人就身上分别看到了当年的 就是我的有些点 那三个人就是苏俊欣 易木兰 还有蔡世杰同学 你们三个人都能看到 但是都不完全对得上 那你在这过程中也是一个非常暖的一个人 与苏见缓就是有事 就我经常可能多多少少还会有点自卑 我觉得就真的真的 就是特别是我觉得在有一些事上面 就是他们做的的确比我要好 我就觉得你不用自卑 你要自信 你的身上你有你的闪光点 刚进入过智商的时候 工作总如何 发挥自己的优势 那一开始都是靠你的长板的 靠你的优势去做的 到后半段去补足你的短板 只要你在沿着一个不断去完善自己的路上 随着时间的积累 你就会成一个 我们也都比较nice的一个人 而你的那个长板 会让你在某个领域 或者某几个领域 特别特别的优秀 真的不用自卑 要自信 人生是个长跑 不是短距离冲刺的 是 我觉得可能未来我们还会有交集的 完了 未来还会有交集 在这才没有未来了 但是今天我还是要跟你说 说一个事 就是昨天我们思维导师 昨天的课题结束以后 我们讨论了一下 就是你可能要住 你需要是过于此了 明白 职场开人不是失败 职场开人是不合适 让一个人去找到他合适的地方特别重要 为什么是你就是在这个环节止步了 我们的想法是因为你是你有工作经验来 我是要离开了吗 没有吗 嗯 那是谁啊 那是谁啊 嗯 她 她的导师会通知她吧 嗯 可是我觉得我真的是人边发挥的最不好的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 那真的不是因为自己 我觉得我们的本来应该是我的 而且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做的 因为就是其他他们几个人应该蛮厉害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应该我们做的 某个头衔 我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很残忍 其实我都不想面对 不要说你们了 这个太动人了吧 我觉得这个 而且我觉得我真的就是应该去 我觉得他们是谁 他们走了我 我自己 我要是真的好力量的话 你都真的怪我 你别哭了 好吧 你那个 你出去吧 行 我特别想看韩冰卫的未来 我觉得她特别有成长空间 对 很有韧劲 我觉得一看余总就是一个真的是重情的人 会有一个员工 马老师比如说要开的时候 会有可能流眼泪吗 就是能回避就回避 回避不了就没办法了 共情能力太强 导致别人难受的时候自己会特别难受 所以就会下意识地去躲这个场景 我其实有时候也很好奇 就是在一个工作岗文当中 到底是那种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长版 特别明显 比如说像之前身子豪 他有一个地方非常明显 其他地方有很多的不足 但大家好像也可以原谅 但是像蔡世杰这样就是都不明显 这种是不是像蔡世杰这种就注定会是输的那个 或者说会是平分更低的那个 是这样吗 你们之前一直在说 他不是很好 但也不是很差 这句话在职场中的话 就是你不够好 其实我是觉得像蔡世杰这种 他也并不是说他真的平庸 他可能样样都还行 但是我觉得他最重要的是应该 发现他自己那个闪光点和长版 其实他样样都还行 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长版了 他可以把这个长版放大的话 就可以是那个闪光点 蔡世杰的话 他不是本身的平庸 而是他自己把自己放出来的地方 是 这个职场不适合他 但如果他换一轮游戏的话 周杰说他发现他常数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东西他会闪闪发光 是的 其实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平庸 最重要的是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个长版和闪光点 对 我们此刻坐在这儿人的从事的工作的话 是木桶理论当中那个摸高的那个部分 对 好多木桶理论中说是短版那个部分 是不能承受的 我们是必须要最高的那部分 是之前有两种 说一个木桶 短版决定了水量的多少 但还有一个鞋桶效应 就是长版才决定了你水量多少 因为它是可以倾斜的 对 但是作为80%的普通企业 或者说在肚子当中的中油企业上来讲 很多时候平庸或者说中庸的这种模式已经是很好 就意味着它至少不犯错 所以我刚才听着会有担心是 如果我们觉得平庸已经是一种错了的话 那其实对80%的大部分人来讲 是不是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 那就是我现在的工作现状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 因为我可能目标就是平庸 你要知道很多在生产线上面 它其实就是每天很机械的很重复的工作 对 可是你们刚才所说的这些 在你们每一个职业当中的必须 那个就是在他的职业当中的不平庸 没错 所以我们说这个平庸 我们只是说拿来在什么场合 在什么语境下 在什么职场和职位当中说 这是一个公司里头 整体的架构里头 必须有的一个人才结构 我觉得它这个话题其实是可以做到无限扩散的 你反而回到蔡志杰本身来说的话 在职场也是一样 十指有不如一指长 你必须要找到自己最长的那个板子 你得亮剑 你看不见你就一定会被淹没 你就会被沦为进入到普通和平庸的那一个类目里面当中 是的 蔡志杰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交易的时候犯的那个错 那个是硬伤是怎么掰都掰不了的 但我们回想就是他到下午都没有搞懂 怎么买怎么卖 其实他就一开始有问题 他一开始没问 越到后面就越没法问了 性格上其实也能体现出来说 这个事情我就算了吧 刚进任何一个职场最怕脸皮包 对 我觉得你要是跟着他的整个在这个节目里的表现 你会发现他从来就没想赢 他一直在想的就是怎么不输 我同意 从最开始就想的就是怎么不输 就一直在躲输这件事 所以无论怎么样 我觉得你身在职场就是得有狼性 狼性这个词我特别不喜欢 因为这个词本身就带暗示 觉得它是不好的 但是竞争一定要有 或者把它换为野心 野心好 你看那林英谷 申子豪 上来就叫野心 就是我必须赢 加伦是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在轻到机场 虽然那个工作可能也没有什么不开心 很舒服那个工作 就是舒服到让我觉得没意思 就你可以看到尽头了是吗 就是我想往前冲 但冲了你发现和没冲的人是一样的 然后你待时间长了 你发现你要变成他们的时候 你对他们也不认可 你不想成为他们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就想要走 在那个机场的时候 会有没被看见的那个过程吗 首先我是因为年龄是最小的 所以我肯定会被看见 所有的哥哥姐姐对我来说都是一个 感觉我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需要去照顾 需要去对她好的这么一个对象 然后我也经常积极地参加机场 各种各样的活动 什么浴活动 真的就是机场每次有什么演出之类的 快晒的 对 然后每次休息的时候 进去排练的也都是我 无论演小品唱歌跳舞什么都去 可能是我们努力的那个期限也比较长 因为我那个时候合同工 我们合同工如果到了最后 如果不跟你续约的话 你还是要面临到了那个时候的一次 重新选择职业的时间 我就想象了一下这个情况 如果我再这么继续干下去 我没有干到我想干的位置上去 我在28岁重新选择的时候 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大的痛苦 我就想把这个时间提前 提前到我20岁的时候 我再去寻找一个真正属于我的一个职业吧 再加上工作环境可能相对来说太安逸了 就安逸到你坐那都思考人生 觉得我现在在过一个30岁40岁应该过的样子 18岁开始思考人生 对坐不住啊 我这个人真的坐不住了 你让我现在不冲 我很难的 我那个时候 特别不希望就是 比如说这件事我很想做 但我没做 然后我按部就班了过现在的生活 也不是不好 其实也很好 但是到了未来可能几年的时候 你看到了也许是不如你的人 就在同样的事情上做得很好 可能你心里会不舒服 我就不希望有这个后悔的这个情绪出现 就哪怕我去试 我试完了之后 我知道为什么我不行 OK了 等过后我看到了别的成功的人 他们成功了我没成功 我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成功 那我就放下了 但如果你没让我去试 我是不行的 他包括以前打乒乓球也得赢 这就是他的性格 就一定就要去做 对 他当年他们机场林营舞 对 对 对 没有 我觉得在职场中 人生当中 每个人都应该有野心 因为这就是驱动你人生往前走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力 我看看财士杰的反应吧 嗯 编继续 我变成了 你上午是在跟他们聊天 对对就我是和 我出来看看 罗瑟已经说完 就和我倒露一下 你们应该还不知道的吧 罗瑟怎么跟你说的 就是觉得我在后面的项目里没有成长 可我真的觉得你 我真的觉得你 我真的觉得你 我真的不要 我真的不愿意 我也是 你不要 我真的不愿意 我就不愿意 你做的 我真的不愿意 你最会 我 услыш%. 你要是 我的 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喝个茶 然后我就先离开了 先离开了 为什么 我就先离开了 来吧 我们点个茶吧 来 真的 不是你认真的吗 你先点 不要这么多废话 刚刚是有宣布淘汰吗 没有吧 没有宣布 没有 然后就正常喝茶 不要急 对 你就先让我点 不要这么多废话 来 点一下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要全汤的 我这辈子还没有喝过全汤的奶茶 我不管了 就看他们这种纯真的感觉 真是挺美好的 但还是很真诚的 谢谢 谢谢 还有木兰没点吧 木兰呢 去找一下吧 不在啊 我知道你有难过我也很难过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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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哎呀 扣成这样 我的天哪 来来来 之后再见 正常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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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正常 那我想起我第一次 和泽森相遇的时候 是吗 那我想起我们 十几天前相遇的那个瞬间 在罗家是吧 对 我在 在罗家 加油 这唯一给我要拉箱子的人 真的是个暖胆 好 木兰呢 木兰她现在情绪波动有点太大了 她在哪儿啊 她在那边 行吗 我去跟她说一下吧 别哭 别哭 等会儿 等会儿 小孩 我就毫无准备她心情 我不哭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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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见呢 你别哭 可是那会儿这个场 就是他们全世界 对 是的 我也觉得很不可能 但是她跟我说拖着她 我也没有办法 我真的觉得 蔡哥已经走了 你不能改变任何东西 你知道吗 你不要把 不要把情绪带到这里来 你现在去问 你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你只能去接受她 好了 那走吧 没事 你好 你好 没有 还好 还好 真的还好 我是看到木兰我才稍微情绪有点激动 还好 她要去创业的 还好 以后是大老板 我要不帮你们合一张影 照张相吧 好 照张相 你说你们这眼泪又流眼泪的 正常一点 正常一点 要不就在这边 可以 好好好 C位可以给我站一次了吧 给你站 我给你站 来 准备 我们一起比一次闪光了你吧 这样是吧 好好好 来 我们用左手再上好了 一起统一一下 准备 准备 你看蔡哥都笑了 你们能不能笑一下 笑一下 孟兰带头笑一下 好 三 二 一 OK 然后再来一个 那个蔡哥在中间我们给她 好好 好好 正常一点 你看她 笑笑笑 都看她 开心点 三 老师这个世界上最伟岸的男人 滚 滚 天哪 什么鬼 自豪 我真正是 好吧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跟这里面蛮像的一次分别 有近和关系的 对 我要进入到一个团体中 然后我跟他们是1V7的比赛 我要赢7个人 我才可以加入这个团体中 但是如果我赢了 他们中的最后一名就要被当场碎合同 当场碎合同 当场有一个碎纸机碎合同 直接碎掉 是 直接碎掉 太刺激了 就感觉自己的梦想 自己的青春 对 最终就是我赢了 然后他们的队长被淘汰掉了 挺像蔡哥 就是队长他们的队长也是平常对他们非常的好 就是互相帮助关心他们的这么一个人 其实我们那个比赛结束之后 大家还是会一起见 还是会一起唱歌 他仍然不会离开这个圈子 但是我们还是在当场大家都哭了 我觉得当下的那一个我们就是永别了 那一个场景 那个时间 那个所有的氛围就是永别了 创造营的时候也是不停地有淘汰 每一次淘汰都好多人哭 后来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淘汰对他们来说 可能是终止了他们本来就不适合的一件事情 本来就是在帮助他们 推着他们往前走了 他以最快的速度 进入到了他本该向前的那条道路上 就像蔡哥一样 说不定他从这里离开 他去到的是更适合他的那条路 所以没有必要太悲伤 卓璇是一直好理性人 他太理性了 一直非常理性人 我们要给蔡时杰送上我们这屋的祝福吧 虽然他们大概都不认识我们 我们也没见过这些人 但我们好像跟他们很熟悉 蔡哥是一个非常真诚非常暖心的老大哥 我猜是美好真诚的初心在助力他不断的进步 就像纯果的百分百真诚 超新鲜的味道 一秒就可以唤醒健康活力 我在这里强烈的推荐给大家 真诚才能成就闪闪发光的米 来 我们为蔡哥 蔡时杰干一杯 祝他 未来可期 好 可期 带着祝福 带着祝福 干杯 来 真诚 真诚 蔡时杰走了还有八个实习生 他们后面应该还有新的任务 来 我们帮我一下看 上知乎 搜闪闪发光的你 和知乎打主一起 热聊节目话题 Get职场秘籍 在我们这个行业就是一个业务导向的 目标导向的一个工作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训练成这样的一个 非常理性的一个人 就把自己的感性藏起来 如果你不能够把个人的情绪带走 你是完全无法做到负重的 不要哭 没有意义 你哭有用 那要努力干什么 这话好残忍 但确实是 对 我觉得我已经在改进中了 我觉得你应该也从这一轮的表现能看出来 是的 还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学习 就是要把情绪从职场中拿走 一定要拿走 不要有情绪化 就是论识 我们那个 两点五时我们到那个四楼会议室开会 要发布一个下一个的那个考核任务 好吧 好的 谢谢兰婷总 赶紧上去 两分钟就那么点时间了 还在那 军心贼理性 走吧 好 大家坐 我们今天上午 经历了一个 大家 我看大家现在 也是有点 看起来有点失落 其实这个 真的 就是真实的职场 特别是在我们的金融行业 因为你每天可能都在面对各种的不确定性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要做的就是每天在这些不确定性中去寻找相对的确定性和机遇 所以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 大家尽快调整好 专注到你们的工作上面去 打起精神来 因为在职场当中 你每天都是要去做最好的你们自己 好不好 我来自我们公司投资银行业务条线的代教导师呢 今天我肯定是要给大家布置一个跟投行相关的任务的 那说到投资银行呢 其实有很多人其实并不是很了解 包括我自己身边的朋友 一听到说 哦 投资银行 你们是不是搞投资的 对吧 我也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心中的投资银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份职业 有谁想先说一说吗 小苏 我先说 好 很辛苦 很高压 然后大家都很优秀 这个是一个沟通 就是资金的需求方和供给方的一个行业 我们这群人就是作为一个中介 就希望把它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 投资银行是一个陪伴企业成长的这样一个职业 哦 对 来 丰达你讲一讲 就是投资银行其实算是金融业的服务类吧 然后呢促进这些比如说IPO啊 一些融资的成功 嗯 子昊你讲一讲 它是一个偏向于一级市场的 二级市场是一个更偏向于普通大众 就是投行呢 那就是把一个优质和良好的一个信息 没有统计出来把它做好 然后呢再交给到一个大众的一个事业范围之内 它的语气真的 那之后在企业走上成长之后 就成熟期之后还会有一些 兼并和收购相关的工作 陪伴小公司的从小做到大 总结一下子 我觉得就是一个 其实还是服务于大众 然后也是一个桥梁吧 所以宽泛的来讲啊 投资银行这个概念啊 我们听到就Investment Banking对吧 其实是来自于美国还有欧洲大陆的 那么在中国和日本呢 其实大家更倾向于把它称作为证券公司 那投资银行呢 它的确就是属于金融服务行业 之前我听到的都是银行银行 其实我们知道的更多的应该是商银行 所以现在投资银行跟商银行 已经开始一起相辅相成的 共同的开始为我们的实体经济开始赋能了 那其实投资银行的员工 在很多人眼里可能就是西装革履啊 光鲜亮丽 那其实在我自己眼里 我作为一个投行的从业人员 我觉得其实真正的投行人 他其实是一个幕后英雄 因为我们要做的 其实就是用我们的专业去服务客户 去陪伴我们的客户 因为我们心中所念的很多时候不仅仅是 要为我们的客户 为我们的实体经济去做到锦上添花 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要想的 怎么去给他们做到雪中送炭 这个其实是我们一直去想要做的事情 那今天呢 其实也是你们要迈入投行大门的第一课 我们呢设置了一个纯模拟的课题 让在座的各位同学呢 以一个投行人的这个身份 深入到企业中去 去了解我们的企业的客户 我们挑选了投行业务里面的并购业务 来作为主要的考核点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完成一份 某上市公司 某服装上市公司的并购方案建议书 我把背景情况跟大家讲一下 某国产上市服装品牌A 它正在考虑一个兼并收购的项目 目前呢有两个你收购的标的 某国潮服装品牌B 和某欧洲青涉女装品牌C 那你们在座的八位同学呢 会分成两个组 注意了又是团队合作哦 你们两组同学将要深入到公司的 现场区 最终呢 两组都是要各自形成 以并购标的的这个方案建议书 更应该是收购B 还是更应该收购C 你们以一个相对辩论的一个形式 然后向四位导师去汇报 那么汇报的时间呢 是定在本周三晚上的八点钟 最快也只有两天 那我们来分组啊 我觉得上一次我们分组分的 有一个组真的就是用五码分式来形容了 所以呢我觉得这次呢我来指定组长 然后呢组员由这个组长来选 你们觉得你们这里面谁比较适合当组长 最合适的林英谷带一个 苏俊新带一个就是 对啊这两个分的 我是愿意当组长 我是愿意当组长 哎呦吧 完了 只不过就是如果是承担责任这个方面的话 但是如果有更适合的会做这个业务线的人 当然可以希望他能站出来 他一直看着林英谷在说 他说 我也可以当这个项目的组长 我也可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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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看到紫豪其实你在前面一个环节中 其实你有自荐想去当组长的对吗 有 嗯 好 那我觉得我们把这个机会留给你了 好的 下次 你和 你和 和林英谷 两个组的组长 很意外 很意外 老师会给想要的人 我觉得不一定最后能不能选上 但是你想要你一定要去整 这个态度让大家看 对 好 那组员你们自己挑 这个模拟的全套的资料 在会后我会发到你们的邮箱 我强调一下你们一定要尽快研究这个材料 因为每一个小组只允许挑选一个你收购的品牌作为你们的目标客户 以先到先得的规则来 好 我先走了 选组员又来了 又倒了 选组员选死了 先做点小科普吧 什么是投行 刚才孩子其实说了一些很多投行的业务 比如说做这些上市做IPO的 上市之后再融资 然后再包括兼密收购啊 那些东西 比如说我是一个公司 我需要技术 那个公司有这个技术 想把这公司给收购了 这个事情的中间 比如说如何去找到买方跟卖方 这个其实就是投资银行在当中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了解谁有这个技术 或者他了解什么公司你去收购比较合适 不能实体经济其实也是一样子 让这个资金流到他该去的地方 他们最重要的是他把资金能够有实现最优配值 第一是他去找钱来给最需要钱 并且产生最大回报的人 第二是这个过程当中 咱俩白纸黑字有算账的问题 我给你多少钱合适 今后你怎么还给我 所以咱们得签各种各样的合同 那合同是不能税的 他聊到一个并购的那个问题 说到的是ABC 就是A公司要收购B还是收购C的问题 对 这个十一生挺难的我觉得 是 这里面待会就会考虑很多方向 B和C的估值 渠道技术市场占有率 或者说适不适合我这个公司 对 我到底是为了啥 这个其实也是经常在并购的时候 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对啊 所以我不是说有钱买买买买这个东西 能给我带来多大益处 听起来也就觉得会非常反复 有很多微观的细节 但还有很多宏观的方向 B是国潮品牌 C是一个欧洲轻奢 欧洲女装轻奢 这显然就是两个路径了 所以你在宏观上 你还要给A公司的领导者梳理清楚 哪一个是你将来更好的方向 这意味着你对整个时装 甚至时尚行业的现状和未来的趋势 必须要有一个大致的研判 你对整个A公司的现状 要钻研得格外清楚 找到了它现在发展的瓶颈 迫切需要收购的根源 把根源找到了 那B和C往上对接才更快 有没有一点 就像你们平时搞辩论了 B和C就相当于是正方和反方 或者是其中两方 你挑谁 谁说的更有道理的问题 没错 我听这是个很标准的辩题 正方就是B公司更应该被收购 然后反方就是C公司更应该被收购 然后你拿它去说服A 哪一个是对A来说是一个更好的方案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辩计 当业谈判的核心就是辩论 在职场当中 主动请英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是好事 我也觉得是好事 因为我们就喜欢有勇气的人 管你行不行 至少你敢举枪 你敢挺身而出 领导没有天生适合的 其实是一次一次磨出来的 每个人第一次举手的时候一定都不是 但你三次了 你比如说孙子豪两次了三次 会被大家看到 他真的做两次之后 没准他能 生活当中看这个节目的好多小朋友 出入职场 都觉得我是不是太要了 我是不是特别爱信 太野心了 我是不是 别人对我印象是不是好 你要知道这是你的心理障碍 是病 得治 就是这样 早晚得过关 对不能脸皮薄 机会是自己争取的 就是 我们完全达成了一致意见 必须要主动做leader 我们猜一猜这一次分组的情况除队长之外 剩余的六位十一生分别是哪 是队长自己选 我们这么说吧 你要是林英谷你选谁 我觉得以林英谷的性格 他肯定会用他觉得强且自己合作过很好的人 还是你了解你们家林英谷 林英谷就是上面的四个人 上面这四个人一层 我觉得他会选谢真不要寒冰卫 因为小韩在他眼里应该实力不够 他们本来的这一组已经很稳了 已经很稳了 有信心了 他为什么要去改这个 天哪 我先说我的意见 我觉得林英谷 我要林英谷我选苏俊心 谢真 林子健 同意 我一样 跟一票 我跟卓卓 卓卓之前前几期选人都很准的 也是 对 所以之前选谁我选谁 我要是林英谷 我就把谢真让申子豪去选 反正他俩不对 不得坏 你要怎么赢得交来 是不是这样子 暗黑人格 不是 还是这样子 你要这个游戏暗黑人格 这是成人世界 这是成人世界的选手 我也觉得林英谷最后还是会选韩冰卫 因为上一次一直有个遗憾挂在那个心头 心有气气焰 对 对 最上面一排不错 一样的想法 投最上面那一排 就上面一排或者打一个勾 就是这样了 对吧 三票对四票 现在 咱们就按四票的来吧 他不会选小韩 没事 我们做一个不负责任的选择了 我觉得是 就这样吧 没关系 至少对两 我们来看看本周八位实习生如何分组 我们猜的到底对还是不对 赖吧 那我们先分个组吧 那我们来上一下 反正我想研究的标的我是已经想好了 你有资料了 我没资料 但我自己的感觉 资料都没看就先挑了 你想的是哪一个 币 国朝币 谁想看国朝币的跟我一起 我想看国朝币 对我来说肯定是我们上次的那四个人最好 你看 我 问题是 那个木兰和冰卫 她们都有跟我表达过 想跟我一组 大家都很想跟她一组 也不用那么复杂 反正我 每个人都说自己想法 对 我只是觉得我们组太没有经验了 我特别有安全感 我们要不要稍微按经验分一下 我觉得也不用吧 是因为她们经验好 那两个队长 你们两个自己说吧 我们下去 对队长来听 对队长来听 好 你们两个醒名单出来 然后告诉我们就好了 我觉得苏俊新非常匆忙 是啊 超级匆忙 太棒了 一起开会是开不出来的 对啊 就是上次的那个结果 上回已经事实证明 他们是根本开不出结果的 就是俩人队长自个儿选 反正我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我想要么和你一组 然后要么就是和林一组一组 就是你要我自己一个人 去和另外三个人 完全没有经验的 我就完蛋了 所以和你还是和林一组 我觉得OK 你想要怎么分 按你的意愿 聊一下 我想知道木兰是不是有意见 木兰没有 木兰她知道我对这方面比较熟悉 所以她又想要我带上她 对啊 所以 我觉得木兰如果有情话东西的话 木兰可以给你 跟俊欣 反正冰卫和风男你是要了是吧 嗯 你都要是吧 林一谷不争取一下吗 最后就是的纠结到底是木兰还是俊欣对吧 嗯 那你要不问俊欣的意愿 我教一下木兰和俊欣 我想他们有个意见 木兰俊欣俊 俊欣俊 俊欣 两位过来一下吧 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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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就这两位同学 可能我们会从两位里面选一个 嗯 这样子是因为两位决定不出来的话 我们可能就抓揪了 抓揪 抓揪 我们在这猜测半天他们要抓揪 我想一下 都来了 吃瓜团 回答就是她很想要你 我说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 我跟子杰 对她跟子杰不可能分开 我是很想要你 是因为我想照顾一下木兰的情绪 因为我想要跟 我 就是 我觉得 适合跟我一个团队的人在一起工作 所以你想要的团队是怎样的 我的天哪 这个 这话说的 等一下我想跟苏最新的 我过来吧 如果要照顾每一个人的情绪 那所有人都不想 对吧 必须要把情绪 从这个工作中抽离出来 做一个理性的职场 我知道 知道 OK 我想一下 我想听一下俊欣 如果是你和谷歌组 对你是想怎么想的 反正我就是一句话 就是其实 我们两个是相互很愿意在一个组的 这样子 我来 如果真的分到这边的话 你情绪会不会受到你这么影响 可以 就这样吧 没问题 OK 那没问题 稍等再等我一分钟 好不好 五个等我一分钟 我给你讲个问题 我真的觉得不用 假设来假设去 你就把想干什么 就说 为什么大家都要这么的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 我就是想我们四个人 用不来 用不来没有办法 那我都说了 就是 如果要照顾每一个人的情绪 那所有人都不想 对吧 那就是这样 搞得剑拔弩张 这个时候并不厌诈 要是你们想选 我马上抢 你们想选一个自己OK的一个服装公司 我来 有什么东西我来承担 这样子的 你们想选什么公司 先告诉我 你更想看哪个 因为你可能是在这个方面 等一下我能先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就分好组了吗 是吧 因为人家不愿意分开 他们已经抱团了 他们一直要抱团了 那我们就在一起吧 有点酸 已经有点情绪了 有点情绪了 没问题 我是想考虑是B还是C 那我们都让他们在一起了 总的给我们一个选择吧 起码再 懂的意思 因为他们本来就 你们谁能把他晒晒 打不开 我跟你讲 这个肯定是要很低 你也选的 我直觉就是 这个行业就是欧洲青春 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你连看都不 我真的没有看 我们在行业的敏锐度 就是这样 中国服装品牌倒闭了好几条 真的 就是因为在海外乱作病 好 也不用验诈 就是我们和平地跟他们说 我们现在已经他们有经验了 我们没有经验 那能不能让我们先看一看资料 然后我们先去选一个 对很好 我觉得 木兰很好 平和地说不要急 好可爱 冷一点 发了 我的邮件已经要发出去了 我知道 因为我 相册 你们就是很明显 很会争取一些 能不能让我们先看资料 不行 我一定要服装B 你一定要服装B 对我一定研究服装B 发吧 那不然你们就抢嘛 先抢啊 人也不占优势 体也不占优势 怎么打 他们已经点了发送了 所以他们选择的B是什么 B 他们真的是把我搞过 他们已经发了 有点把我们搞过 他们也发了B 他们越欺负人 越激起我们的斗志 没问题 我跟你讲 其实跨境的好讲 我跟你讲 我一定要把它做好 我所有的东西 我之前都没做过 这个我真的做过 所以我可能在这后面 是懂一些 我也做过 我们不需 然后后面就是辩论 怕什么 他们现在就是情绪中那种 我今天就要死在这儿 也要把我们搞上去 还挺可爱的 然后说一下 就是有任何执行方面的问题 我完全 我可以全全负责 但是有任何司徒方面的问题 两位加紧 好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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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今天这个项目任务太坚持了 林英国 过来 导师叫了 林英国 不会说选人的问题吧 选人咋了 那我完全完美的事情 你们这个分得一模一样的 是吧 人家办法太纠结了 太痛苦 我感觉你们这样 不觉得有点组团欺负人的感觉 对 而且这个是一个并购项目 我觉得理论后续 不管你做估值还是做行业研究 我们肯定比另外一组都很有经验的 但是如果要从团队成长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 如果从更高格局的角度的话 可能我会觉得 是不是打伞会稍微好 那现在还能改吗 要不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公平起见 我们来抽签好吗 把你跟孙子豪叫来 我们把剩下六个人来抽签怎么样 什么 我自己是愿意这样 就打破 好 好不好 那我跟所有人都说一下 我先跟我们组 你讲一下 不好意思 他们会接受吗 不一定 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 啥 他们说抓九分 那这 如果他们抓九分 那我们刚刚就是说 我们这 我们这瞎分析什么的 小丑尽是我自己 为啥呢 一是觉得我们有点搞小团体 二是觉得我们在这个赢是太明显了 所以反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这不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就是这样是最公平的 对 孙一鑫说得好 我跟他们说一下 这先不看 不是那看啥 那一伙是那个我看什么看 小岁们搞笑的 一定要在一起 请进 我怀疑他们这一组反而不同意 我说一下 因为他们拿到那个分组之后 最后要抓九分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不想了 已经不想了 你看 我就说 为什么要抓九分 谁说的 我们都已经想好了 何必呢 漂亮 航命危险已经很有情绪 我不想了 我们去找一下余总 我们去找一下余总 我们去找余总 我们去找余总 余总说的吗 余总是余总说的 我觉得斗志激发了 对 不争馒头 争口气 因为被看低了 他们可以心里想 觉得我们弱势吧 非得做点什么给你们看 对 谁还没点要强 对 是余总找我聊的 是余总刚刚看我们在外面 把我找进去聊的 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 真的就是一个美丽的体验 我都不一定说一定跟林英国一组 一个美丽的体验 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好 但是怎么了 我就真的不明白 对 我觉得很好 我对现在的自己非常满意 余总 余总 我是这么小 因为我看到你们那个分组 您觉得实力上面也有差距 不是实力 如果从我是一个部门负责人 或者是从一个领导的角度 其实我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都能够有成长 就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在中间的协同 或者是跟团队之间的一些配合 可能在换一个题目以后 能够有一些提升 不过我们现在组的一个 我觉得氛围确实际还不错 我们觉得确实会有一定的斗志 所以我们还是挺想继续这样的分组的 目前我们的想法 其实表达很好 也很酷 对 你们不想换是吗 对 从我的角度 要去培养大家的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昨天 其实大家已经磨合过一轮了 因为之前的话 其实我们每个人 如果我们在一个团队上一次我们表现可能不好 这次如果我们能够表现好 其实是一个更大程度的一个进步 我们不能把人给换了 然后就把这个问题给避免掉 我觉得 特别好说的 可以 特别理性成熟 所以你觉得就是说没有问题 对 婉婷总真的 我觉得打动好了 接下来因为会有两次的一个任务 所以我觉得上一次我们在这里跌倒了 我们这次可以尝试一下行不行 如果这次我们可以的话 那么下一次再做一个分散的话也不维持 就两个方面都锻炼到一个能力 一个是团队本身自己的成长和自己磨合把它给做好 这一点我觉得其实从能力上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嗯嗯 不然敢担当这个话 我没有任何意见 而且我刚刚过去看确实他们很团队 嗯 我尊重你们的选择好 嗯 好吧 好 那我期待你的表现 好 好吧 真的非常感谢 我 没有没有今天我觉得我还蛮赞同你的 你的勇气的 我觉得可能上一次大家觉得做得不够好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一次把大家的一些凝聚力给出来了 其实也是一种火花的奔发嘛 所以这次希望你们可能凝成一股神 嗯 这个对手不好搞 我们非常了解 行吧 好 那我们也 我们就先准备了 好 好 余总再见 余总再见 好 这一趴我比较喜欢申子豪 可以啊 肾子豪站起来了 让很多人对他印象是有改观的 肾子豪 这么得思 怎么了 不变 不变 不变了吗 咋也不变 他们说他们不想变 他们就想一个子 那么挺 生气 可是血水好可爱 那就没事开始吧 不过他们这样也激发了我的斗志 真的 特别语言 我觉得我还挺佩服他们的 我觉得特别可爱 听到他们说激发斗志 就年轻人就该这样 说一下结果 余总非常希望把我们打散 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讨论了 对 但是我强烈地拒绝掉了 因为我们也只合作这两三次了 我们把每个人了解到 其实并不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次的配合 能比上次配合更好的话 我们本身是一种进步 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这一点 OK 就以外为什么我真的可以 我虽然不能说保证做得多好 但我尽力 我们现在斗志昂昂 可以 漂亮 我觉得这也特有勇气和担当 这很重要 静人激发起我的斗志 他们说他们一定能做得很好 一定要超过我们 下载励志新闻 更多闪光幕后瞬间等你发现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尽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 亲生女装 这必然是冰卫界 对啊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怕这个项目 我觉得反倒还好 就无论是从业务上 还是从这个标的的行业上面 其实都很适合冰卫界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优势 这其实到了韩冰卫 擅长的领域了 主修的奢侈品管理 我们叫绝地反击队 太像了这个 不行 叫涅槃重生也行 有什么区别 那个林英谷在选题的那一个瞬间 就是那时顺子豪过来跟他说 你们比较强 能不能让我们先选 能不能让我们先看题 就那一刻他就是 不能 我一定要比 我们已经发出去了 来 发送 就那一刻我内观我自己的情绪 我是觉得大家就在说 同事之间是不是要竞争 说大家都是同事 别这个样子 但是我最后感触的是 我最近在看一个F1的纪录片 然后那里面 你会看到一个车队的一号车手 跟二号车手 这两个人是队友 就是这个中间的竞争 他们经常会跑到最后一圈 两个人撞了 因为就一个想抄另外一个 所有人都觉得干嘛 这是这样子 但他们就是这样子 考虑的角度就是个人的角度 就是那你现在觉得我们之间说一起合作 大家开开心 你第一我第二 但真到有一天要淘汰的时候 看我俩成绩的时候 谁考虑我 这个事情 所以不行我就是要争 所以说我是觉得 马老师刚才看了一下觉得受不了 但我觉得远不到那种 仅顾静静的那个境界 马老师需要背上歌 对 但是回到刚才这个瞬间 如果我真实的想 如果我是林英谷那瞬间 那如果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一看队员上差别已经那么大了 而题目有明显优历 好打的题目我会让给对面 心里踏实一点 因为那是我们的同事 我清楚的知道 我们在这里优势已经这么大了 然后不给对方任何路可走的这种情况 当然可能会激发出她这样的斗志 但是这是林英谷的选择 但是我还是刚才说底色可能不一样 当然人是不一样的 人是不一样的 人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作为林英谷来说 他知道想要什么 那我就要这么做 无关你对方要不要来求我 要不要来示弱 我觉得反而示弱 我会觉得那我更不要让给你 我觉得有一个理论 我一直想说 就是说好多的时候 有人觉得说我弱我有理 我弱你就应该让着我 强者就应该照顾我 就应该什么 就开始从人性的角度 这是双标 我们此时在公司在职场 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在职场沿职场 要想清楚这个事情 我欣赏林英谷 因为我不是那样的人 她的世界里其实是她只有目标 她余光没有早向旁人 所以的话她的目标性特别强之后的话 其实是非常有效率的到达目的地 性格很清晰 对 我相对来讲我喜欢小苏一些 就是我觉得她第一 她每一次她能能表现出一个恰如其分的理性 就是大家都在被情绪左右的时候 都是她提出来说这事要不抓究吧 要不这个要不大家走开 都躲开你们俩队长自己定吧 她表现出那个理性 而且她的那个理性又比较均衡 她既可以把事情办得很漂亮 也可以把整个团队融洽得很好 不会有任何的觉得 这么一个心里咯瞪一下 她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瞬间 给人的感觉就是舒服 就是没有让人感觉到攻击性那么强 对吧 对 我觉得如果以这种性格继续往下走的话 会走得长走得远 这小伙子 但是我 谁不想成为像林英谷这样的人呢 就我们做不到 对 其实在职场里面是很少的这样的人 但是我特想成为这样的人 那种潇洒那种劲儿 我觉得怎么就那么潇洒呢 我在林英谷身上看到了一个自由感 就因为她的目标感强 她不牵绊太多 所以我看到了一个自由感 这是我所向往的一个东西 对 我觉得她不是不懂她身边人的那些情绪 而是她把那些抛在旁边 小苏珊有一种群体理性 林英谷上感觉是个体理性 所以在短期目标实现上来讲 很酷 但是一旦到她需要团结其他人 或者要一大堆人来完成一件事的时候 可能她的劣势也会展现出 那我倒不同意 我觉得是分两种团结性 一个是她强调别人要去团结她 再有一个是你要弱到说 你去讨好别人去团结别人 我觉得说如果林英谷这样的人的话 那她已经够强 强到她吸引所有人想要跟她成为一对的队友 但是因为自己强到别人不得不团结她那种 因利益而组结成的这种群体关系 跟刚才说的那种情绪认同组结成的群体关系的凝聚力 还是有差别的 相对来说一旦更强的人出现 分崩离析的几率是很高的 但情绪认同可能走得会更远一些 那我还是不认同 因为我觉得像林英谷的话 她一定是个成长型的人 我觉得说如果我们是在职场中的话 大家说的就是能力 那我当然要看能力 能力更强的人的话 那你要驱动自己变成能力更强的人 如果在商业上的话 公司不是家庭 公司就是一个工作的地方 就是一个需要你付诸的价值 可以这样说吗 公司的根基扎在这里 但绝对不仅仅只有这些 就是公司如果只是因为利益而绑在一起的话 我始终觉得驱动力还是有限的 它不像家庭那么浓郁的情感氛围 但它一定有某种情感连接 是利益之上的 易老师我在此正式地向您发出 参加奇葩说的要求 你一定会找到机会 跟陈平正面刚一把 我觉得好像咱们是按性别来分的 说得对 就是好歌还比较跳脱 然后咱们不喜欢他 其实理由显而易见 我们只是找一些别的借口 然后他们两个女生就是盲目的 一点都不盲目 怎么盲目 盲目 盲目 有理有据吗 就是 我终于有易老师给我撑腰了 我觉得灵谷很优秀 也很招人恨 不招男生恨 这个就解释了 如果用嫉妒 非要用嫉妒来解释 你看你那些灵魂深处要审视一下自己 到底是什么 好吧 好 这一次的分组和上次一模一样 唯一区别是蔡世杰离开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陈平老师你来说说 这里面我刚才又知道 是不是孙子豪在一开始最先确定的是两个女孩 对 对吧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就在前不久 刚刚他们组了一支队 然后面临着这样的失败 用同样的人马来证明自己的回归 证明自己的反扑肯定是很有力量的 还有很重要一个原因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韧气都很强 而且颜值和实力并重 那说到颜值和实力并重呢 你就忽略不了奥家华大白奥的按摩椅 对不对 你说它里面用了华为highlink的生态产品 多么好 又要不要上天猫上京东买奥家华 还更实惠还有折扣 你说颜值与实力并重疲劳减退超给力 好用好用 接下来我们开启起茶茶闪光分析时刻 查企业上起茶茶助力直上开挂 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我们的闪光币究竟要投给谁 除了韩冰卫和谢珍 其他四个人我们都猜对了 获得八枚闪光币 看看我们这八枚投给谁 我愿意把我的权力的那一枚投给申子豪 这局很拉门 申子豪 来个大金币 叶老师 我也有是吗 你当然有了 我几个 俩 三 都给申子豪 几个 三颗 三颗 对 我觉得他的表现今天太好了 好 就是人很话不多 就是 我尊重别人的成长和学习 好 来 佳伦 我也给申子豪吧 考验陈仲璇的时间到了 我给申子豪 我好害怕你投给别人你知道吗 我好害怕投给林谷是吗 没有他这一期真的觉得特别好 值得鼓励 申子豪要大满贯 几枚了 他六枚了还有两枚 我给小苏 我给小苏 好 还一枚好哥 陈铭 想给子豪 我想给子豪的 就给子豪 我觉得这小伙子挺有意思的 那就七枚申子豪一枚素俊心 然后连陈卓璇都没有投给林谷真的 林谷可以了够强了 那么多了 够强了 只要出入职场年轻人你只要记住了我不犀利 嗯 你只有时间 在你整个的人生里面 这是成本最低的那段时间 嗯 就是你把它全部都拿回来 就拼命地干 你一定能好 特别同意 只要做到不洗礼 是 好 上掌乐财富通观看更多独家内容 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澳家华按摩椅 感谢唇果乐百分百企业查询APP 我们一起去查查 澳门永历度假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载励志新闻 更多闪光幕后瞬间等你发现 来 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闪闪发光的你 看更多热点资讯 欢迎登陆QQ浏览器 QQ看念 看点快报 搜索节目更多资讯 新华网 客户端 引领品质阅读 看闪闪发光的你 手机没电 找街电 精彩生活 随时随机 看澎湃新闻 做闪闪发光的你 下载网易云音乐 节目歌曲独家听 上李宁APP 预约三万只成为止 解决你的求职困惑 关注公众号 逆想生活笔记 分享你的闪光生活 来离被盼的逆想世界 密集我的好意 欢迎登陆立志新闻 火苏新闻客户端 大蓝金APP 了解更多的节目资讯 同时可以登陆 新浪新闻 新月头条 网络新闻 搜狐新闻 凤凰新闻 一点资讯 Zucker 好看视频 全民小视频 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新华网 客户端新华号的大力支持